兩個練習 一個是偶爾的部分 所以偶爾做完之後 然後你把偶爾的部分 做另外一個end 相差其實就是 我找的是反方向 一個是往上一個往下 那表示先找不標準 反之就是標準 另外一個是end end部分的話 當然我找的是什麼 找的是 他們中間交會的地方是標準 反之就是不標準 雖然邏輯不一樣 但是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第一個 這個地方是用偶爾跟end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很多工作裡面 你要做的邏輯 其實雖然思考方向不一樣 可是做出來結果可能會是一樣的 不過就看你習慣哪一種方式 這兩個都可以 那再來就VBA部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 假設按一下按鈕 自動幫我把這個結果輸出到VBA 就是L藍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大概我有幾種做法 一輸出什麼呢 函數 二是輸出結果 一個清除 輸出函數 什麼輸出函數 基本上前面我們好像也有利用那個 好像有 就是 當然你可以錄製聚集 那或者是說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輸出的結果 這個地方所謂的函數指的就是說 我這邊輸出的資料 實際上是拿 我剛剛做完的公式 直接 再跟 VBA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 我輸出到儲存格裡面的其實是 一個公式 而不是 最後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 雖然這邊有兩個按鈕 看到結果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 按下這個 你會發現裡面放的是公式 按下這個 它裡面就是不標準 也就第二個按鈕 基本上是什麼 先在VBA處理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到儲存格裡面 最後有個清除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是輸出公式 意思就是說我輸出的話 我是把 我沒有想太多 其實我是什麼 一個一個的把 儲存格裡面丟公式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產生這個按鈕的話 第一個一樣 For I 等於 4到13 然後 把SalesID的L欄 裡面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公式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起來 然後直接取消一下 再到你的那個 因為我要增加一個這個 增添理論百分比這個 這個SAP 那我做法一樣 就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然後做什麼 一樣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當然如果你之前已經寫過的 像這些 之前好像寫了蠻多 我是建議你乾脆再按右鍵 重新開一個新的模組 我是把它變Module 2 重新寫在這邊好了 不然的話會跟之前的混在一起 那這樣的話 其實比較不好找 乾脆把它分兩個好了 今天的就是放在Module 2 那我們基本上在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所謂的增減體重百分比的函數 我先把這個刪掉 這個地方插入Module 2 的程序 如果我要做一個按鈕的話 那我就什麼 把那個名稱打上去 增減體重百分比 這個是用函數輸出 那接下來的話 它會在底下幫我產生 我把它搬到上面好了 其實這個位置放上面 放下面其實都無所謂 只是說你要最好是順著你的那個 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你自己再重新排列都可以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要輸出 所以我把剛剛那個 輸出的範圍 假設我今天要輸出的是 for i 所以這邊的話 for i i列等於第幾列呢 第四列到第13列 Enter兩下 然後切一下那個 輸入法 其實就是這一行 這些我想 因為之前都打過了 所以請各位這個一定要熟練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你就是打一個sales 針對這個sales 哪一個儲存格 再來他問你哪一列 因為我們是根據回圈 動態的是丟 哪一列 逗點 輸出哪一欄 我們輸出到l欄 所以你就打一個l就可以了 當然這個地方l欄 你也可以 輸入數字是ok的 因為他有兩種輸入方法 欄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數字 等於什麼呢 你先打一個空字串 接下來的話 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你剛剛做完的公式有沒有 把這個公式直接複製 再按取消 因為我要把這個公式直接 放到這邊幫我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 但是你如果現在貼上這個公式的話 你要記得有兩個原則一定要去變動 第一個的話呢 如果你貼上了這個公式裡面 裡面這一串裡面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要把它改成兩個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VBA本身外面就有那個雙引號的使用 那他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 裡面這個 到底是 是裡面的呢 還是外面的 所以第一個原則 請你看到什麼 裡面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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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四個對號 請你記得怎麼樣 把它補 變成兩個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 那第二個 的動作 如果其實你現在輸出的話 現在應該是ok的 其實可以輸出 但是他全部都不標準 為什麼呢 因為你輸出只是把這個公式 丟 丟 丟 他就丟 但是呢 問題是怎麼樣呢 他應該要有一個地方要變動 什麼呢 J4 向下變J5 可是問題你看 現在 往下 每個都是J4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 把 這個 4的部分有沒有 用什麼呢 用I來取代 所以特別注意 你這邊 乘4的部分 記得把 一個 一個 假設4列 這個列號呢 記得呢 用這個I 把它放進來 但是呢 你不能直接打一個I 因為你放進來 它還是一個字串 你看它字串裡面嘛 所以會變成追I 不對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變動的話 記得 1把4刪除 2的話呢 打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打兩個end 再移到中間 放一個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把I 串在中間 那基本上呢 它就會把 串在中間之後的話 遇到end的符號呢 一樣會幫你把它 怎麼樣 把它變成字串 再跟J 串在一起 就變J4 下一個J5 J6 那特別注意 這個串接的方式呢 跟在資料編輯裡很像 可是最大的差別 特別注意 VPA裡面 有一個規則不一樣 就是end 前後 記得一定要加空白 這個是在跟資料編輯列裡面 最大的不一樣 那一樣 這邊有4 你一樣怎麼樣 把這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 乾脆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4的位置貼上 因為做法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裂號 做一次貼貼貼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 我4的輸出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 直接輸出 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結果 又會跟這邊是一模一樣 那你可以再移動到我們的結果這邊 你會發現J4有沒有 就變J5 J6 它會一直往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丟的時候 它會動態的去幫你去修改 那個值 所以 那你如果要看細節的話 我就建議你按F8 F8的話就是逐航看 這個時候的I是等於4 所以有沒有 你串接 把J4串進去 並且輸出 它會串一個 那這個地方就變4 換下一個 NAS的意思是說 把I變成5 然後換輸出下一個 OK 那你會發現一個一個慢慢把它輸出 就會達到我們的要求 那一樣 這邊的話呢 底下再做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 其實就上面這一個 SUB 複製貼上 差別是後面 不要放公式 只有兩個雙引號 全部把它清除 就清空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用公式的方式輸出 可是如果我希望我不要是用公式 我希望丟的時候是丟結果的話 這個地方 你就必須什麼 在 回圈裡面 設定 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不是在 Excel裡面幫你去做邏輯判斷 而是要在VBA裡面判斷 那要怎麼判斷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一下 增加那個VBA 的 總共有三個按鈕 我們剛剛主要是講 第一個 如何動態的 輸出不是結果 而是輸出公式